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6号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对局是今天上午9点钟 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碧桂圆杯 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上面决赛 是由郑伟童子洪对王天一形成的一个对局 双方都走得非常小心 毕竟这奖金有点高 所以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都不敢冒进 双方走得非常小心 最后形成了一个合局 鸿方是用对兵局开局 然后再加中炮 形成了武器炮对反攻马 合方跳马之后 鸿方直接跳马 合方走炮二屏四 以后准备形成反攻马 据进屏八之后 马而进三 鸿方马而进一 这时候回向 鸿方平炮 这样就形成了武器炮 这时候出局 鸿方也是出局 鸠一平二 合方鸠一静一 准备是在鸠一平六之后 以后捕四 反攻马这是常见的套路 鸿方深鸠其然 鸠九 鸠一平六 鸿方捕四 因为这里有进鸠爪炮进行骚扰 那么先补一摄势 不是之后 合方也是不是 鸿方深鸠 走鸠八进六 准备吃足压马 合方浸泡守住 下一步准备是进足打鸠 鸠一跑之后 主再吃过来 那么鸿方就退鸠 鸿方再继续走鸠八进二 合方退炮 来继续来打 以后准备是 赏一架砍四 或者是赏一鸠之后 这里要打鸠 是个先手 这时候再退鸠回来 退鸠回来之后 合方清足 把马走后 红饼吃上去 这里飞掉 红饼再进饼 合方吃掉之后 吃掉 这里跳马出来 然后再退鸠了 这个局势下面 红饼直接走兵五进一 从中路进攻 同时把这条路打通 合方退向回来 退向之后 把炮打过去 这里选择进鞠来对 一跑 这个鞠逃开之后 鞠就吃中兵 抓炮 对掉马踩刷 那么再停中炮 合方走炮八平期 以后准备是退马回来 打底向 先平均守住 这里抓炮 那么合方退炮 退炮的同时 形成档子炮之外 这里马要踩中炮 红饼必须逃炮 瞄住底向 马跳中 这里打过来 马踩掉 这个时候踩掉 红饼再回向 跳马打鞠 这时候 因为要踩中兵 直接在手术中兵 再进鞠 抓兵 如果红方直接进兵 冲上去 那么合方就有平均抓双 这样合方 红方要丢子 这个时候也不能进兵 只能够退炮来打 退炮打鞠 直接吃掉 吃掉之后 踩掉 这样就形成了 双炮一马 对双马一炮 都是两个兵 四项全 这样的棋局 最后走下去 就形成了一个合棋 这些老板 所以 这些老板 这些老板